今天来教大家做啤酒鸭 首先介绍需要的主料 鸭子 最好是选择四川麻鸭一年左右的 然后把它长成两厘米宽的小块 两斤 下面来给抹鱼和鸭肉焯水 完整视频教程联系 微信703655419 703655419 水烧开了 下面把磨鱼倒进来 这个焯水的目的主要是去除磨鱼上过重的碱味 这也不需要焯太久 再次烧开 煮一下就可以了 好 烧开了 把鸭肉捞出来 把鸭肉捞出来 滤下水 下面来给鸭肉焯水 捣住鸭肉 再倒入清水 开火 用大火将它烧开 烧开之后煮五分钟就可以了 把这上面的浮沫撇下 这个脏东西 好 已经煮了五分钟了 关火 捞出来 再冲洗干净 开火 下入菜籽油 首先将菜籽油烧至270度 这个菜籽油也可以提前把它煉好 已经270度了 关火 让油温降到240度 240度 开火 然后把鸭肉倒进去煸鸭 别人找到这个肉有点发板 这个皮有点完整点剁的时候 我们就换入姜片 完整视频叫做联系 微信703655419 小柠檬 703655419 大柠檬 火炒香 炒香 切炒香 然后放入香料 谢谢大家